现在我们小猪的厕房搞得很漂亮 大家一起看一下 拭目以待 马上要完工了吧 小猪还要一段时间呢 哦 是 我知道 你看 这个门面好得很漂亮 好看吧 这门面很大 上个颜色更漂亮 还要上个什么颜色是吧 这就是我们 这是我黄师傅 对 黄师傅 你好 黄师傅 你好 见过两次那样 见过两次吧 新年见过一次 新年在习戈那里 对对对 在习戈那里 还白一点 不要白的 那两个蛋什么时候到 那两个蛋就这两天吧 哇 小猪你这里搞办公室啊 这里喝茶 他说兄弟姐妹们来喝喝茶 直播 这个可以 漂亮 你看吧 WiFi都装好了 安排的 妥妥的 你看 这个WiFi 来一百个人都没问题 你看 这个是谁抱的 卢老师 地球春花 没法做卢老师 好漂亮 你看 这个特别的 这个是红薯是吧 对 这是红薯切丝嘛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吃到红薯 我最喜欢吃到红薯 光起来的那一个 那一个 老家爸 拿来蘸 辣椒和那个酱油 一蘸往嘴巴里一唱 哇 那个口感滑溜溜的一下 就吃进去 想起 说了我都想不吃了 下次来吃 嗯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开工具体时间等师傅回来 跟师傅商量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红薯它也是可以说季节性嘛 对 红薯从土里面挖出来是给多几月份 是十月份 对啊 十月十一月份 对 一般都是十月份之后才是新的红薯 对啊 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来生产的话 就是说去年的成本 去年的那个 那个人是旧的红薯粉 对 但是我们就想搞那个新鲜的给大家炒一下 如果是用刚出炉的那个地瓜 我觉得来生产红薯粉条 口感肯定会更好 是的 我现在就是考虑这个事 但是呢 又有很多粉饰家的们很想尝到我们 小竹小峰家的红薯粉 所以我现在也是考虑到底是应该怎么去操作 是 这也是要 不知道怎么弄啊 等师傅回来 问一下师傅 海哥应该混乱时间 小猪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继宝盆 我知道继宝盆是什么了 就是我们说 养鱼 养点那个 什么鱼 鱿鱼 红鱼 小的 小的 还有那个甲鱼也可以扔在里面 很富贵 搞得要那种美的感觉出来 你看还搞这个 这是电网吗 电网 铁丝网 把它围起来之后 就好上水泥去抹 这样子 就抹起来 其实包括这个地瓜 这些它里面是空的 你这里前面都要整个围起来是吧 嗯 要围啊 要做围栏 围栏 到时候就会更方便更干净 地方还可以 挺大的 还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雨很小 现在看一下地方就很大了 小猪 这怎么怎么 这是搞个葫芦 啥 葫芦 葫芦 不也是葫芦吗 他放水这个 问一下我们 地瓜 不是葫芦 你还想装葫芦 葫芦 我也是葫芦 这三个是地瓜 很漂亮 我们是一个红薯桌房 所以也是这一系列的 跟红薯有关的一些展示 对吧 我觉得真的很像葫芦 是不是 其实 这几个地瓜 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漂亮 这一个也是很有福气 非常圆满 这个红薯 你说一上颜色更好看 你说哇 一上完颜色 哇 那到时候就是真正 上了那个地瓜色 哦 红色 红色 金光闪闪到以后 你看这三个红薯 你也想吃了 所以说 我去抱下来吃栽培 还已经装了线 到时候可以开灯 晚上有灯光 那边我们吃饱饭 晚上溜完溜了 这里溜完 对 他都溜完 以后等花宝姐姐怀应了 就可以带她来这里转一转 你是否不怀应 是不是不能来这里转一转 不是 都可以 怀应就更需要那种寂静 这种比较环境好的地方 对 对 你看这里风景又好 特别空气也很好 你看 是 是 不管是怀应没怀应 都欢迎华宝姐跟戴哥 带哥来玩 好的 反正我们来小 你带我过来 带我过来 好了 香热葵 上次看 你看 有生大狗猪 你看 都开发了 哇 好漂亮 小猪 你敢不敢 过来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感觉这个山人葵 有点像他 哈哈哈 真的有养 哈哈哈 你看 小猪猪 好多狗狗 好漂亮 哇 你要忘彩 生了5只小狗 是不是 你你再生5只 4个公子 1个母子 4个公子 嗯 可以 他不会咬人吧 这是母子 不会 没咬到我了 这个是母子 就是他母子 他是大姐大 他是他母亲 不是他 他不是他母子 搞错了 再来 我搞错了 对 你看 哇 白AH 你看 这个 多漂亮 还有一个呢 这长的 忘彩 过来 忘彩 今天我老婆说 要挑小一个狗 带还加俊 我都不在挑哪个了 你看 他就过来 他以为有奶喝 你看 你不是一直喜欢这个旺财吗 我小时候他出事的时候我来看过 第一眼就喜欢他 现在华宝姐在犹豫考虑 到底还要不要他 因为觉得他好像有点沙发 不感觉这次也好 不怎么活泼了 你还认识我呀 你看 你这个调皮 调不调皮 调皮一点好玩点 我们就决定挑这一只老 旺财旺财 我们回家过来 剩了5只小狗 他是最小的一只 是最后面的一个是不是 他是老五 是老五 他的毛毛跟他们不一样 回去给你洗个澡 漂眠来来来的 洗个澡拿吹风去吹干五 对 要吹 走了我们回家了 好 把他带给家去 哎 我等一下 来 哎 对 要给一个红包 我们要的 要给的 对 对 这是一点心意 这么注重 要小小的红包 这么注重 大吉大利嘛 一帆风顺 能不能拿 能拿 必须要拿 因为我抓你的小狗狗嘛 以后对他才有好 对 不是贵重的吧 贵重不敢拿 不贵重的 小小心意 那我就说下了 必须意思一下 我们这边有这种风俗嘛 我们那边也有 哦 就是说不能抓白羊狗 对白羊狗 孩子就是抓回去以后很难养 对 就这个意思 回去了小狗 好 谢谢啊 回去赶快吃饭 不吃了 不吃了 我们回家还有事 你小狗家也很近 不吃饭 东西不能带走 真的要吃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上次说下次 下次又说下次 下次早点过来 我说还有家里 还有四个小家伙在家里 要等着吃饭 是 这样子嘛 那你就好好照顾小风 好 那我先走了 我看看有啥 你拎点回去 拜拜 拜拜 等一下 小风说我们要走了 还拿两公斤给我们带回去 这个是我自己家鱼汤里面的鱼 我说不用了 留给小风吃 我拿一只就好了 小风 拿两只 不是那只给小风吃就好 拿两只 真的 拿一条就吃 拿一条就黑了 我说一条不像样 我今天喉咙一点痛 少说点话 一条真的不像样 要拿两条刷一盘 知道吧 这个鱼汤 家里还有不 还有 药就汤里面还可以钓 还可以装 那他感谢小风 不要感谢 还是活的 这个还是活的 你看 这鱼好漂亮 对 自己家鱼汤养的 是 你家鱼汤养的又甜又清甜又好吃 是 那我们回去了 好 谢谢 下次再见 下次再小风来我们再玩 我们回去小风还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对呀 还要提一箱奶 这箱奶就提回去了 还有一箱 给小风 给我给小风 留给小风喝 对对对 给小风喝 我回家里有 我回家里有